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今天要介紹的 河水位置 位置是代表 有成功堂合的狀況 所以李宗盛 就是須大事 要不成功 要不斑亂 結束的意思 司歌上說 物不可以窮的 故受之 以位置 中緣 李宗盛 李宗盛說的就是 超過百人 就成功不成功 但是因為勝極必須 所以這樣成功 其實是建立在 未來的須牌上面 不過萬事萬物 都有一個純亂 只要要不徹底來結束 就有一山的生機 所以李宗盛的後面 這也是李宗盛 雖然李宗盛 是最完美的一頓 但是不能將他拜登上街 後面的一頓 因為已經強調的時 天都順暖 就義負數 的概念 他們處在這頓 代表還沒結束的美這頓 放在六十四頓中的最好 好遂為止 美這頓代表的時 不是結束 是另外一個順暖的開始 雖然說是不成功 但是有希望和期待的含意 有這句話叫做 死亡不足 意思就是說 死亡和氣氛都不理想 所以事情這麼沒辦法 順利來進行 不足的意義 意識和味道相同 說的都是一個順暖的規定 雖然現在的氣氛不好 但是只要耐心等待 經過這段過多期就能重建共鳴了 給大家來分享一個故事 阿明是一個祝家 他真感到一些東西 在在讀書時 他會很穩 請讓學校的老師跟學樂 老師甚至要將他的祝福引進來 本來的同學希望大家可以參考和學習 在交通後阿明就開始在網路上 寫自己的文章和故事 也在過不少回應 在這段時候的阿明明神自己做完 Started當課 Pur 遺形 利用學生 跟對方差了很多 看著自己的董學 這麼請贏 阿榮以前在心肝內在問自己 為什麼我就是沒有別人 那樣好的運氣 就算阿榮的心肝內很清楚 對方其實是一個 很好的作家 以下的文章也比較適 比以下的經過優秀 但是阿榮就是感覺 天公平了 對他沒有公平 有一次阿榮在看電視的時候 剛好看到那個董學 在接受彩虹 對方跟主婦說 我從小時候看著他 我也強迫自己每天都要寫 一篇文章 而且我現在的額頭 去看我以前寫的東西 反省我對他寫不好 然後又停寫一篇 就算我現在要照顧家庭 他還要無用的事情 無用的事情減那麼多 我也悠患 不是這個習慣 阿榮聽到他東學說的話 他只看著他東學得獎 出色的公園 根本就不知道他成功的背後 要付出多少心思和時間 那個東學可以成功 就是因為他沒有放棄 他每一天都堅持寫東西 有創作的地方才能成就一個好的作品 後來阿榮就改變自己的心態 他相信就算現在他的作品 是想要傳達給人的道理 你這個的貨的貨 這個貨的貨是貨的 最貨的貨是禮貨的貨貨 貨在水上就是這塊貨的貨上 不知道大家覺得自己是 這個貨貨的貨上是水在貨上 代表水火燒高 天地之間可以向上幫助 但是未濟過的部分 掛上是火在水上面 會看 蓋水一直流向的臉 最高的火是用上面繼續燒 水火的分離在酒液裡面 掛上已高氣氛 蓋水火無法合作成營養無法平行 更加上未濟過的營養 掛在基礎的位置 擁有掛在雙手的位置 是不得於它的情形 未濟過中的樂園後 全部都沒有跌位 代表主書都被打亂 所以就算外表看起來 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實際上的狀況是危險的 君主透過這樣掛上明確 在做營養的事情 真正 一定要謹慎觀察和判斷 要先去了解事物的本質 小心穩重在未來外表之下的危機 不可以輕盡夢想這樣才有機會改變局勢 在得好的結果 掛詞說 未濟、橫、小湖、氣濟 如其味、無有優力 意思就是在說 稍微讓你賺荷水減酒的時候 流水想要過河 但是他不知道減酒的荷水也是很沉 最好 沒什麼都失誤了 或是沒辦法順利渡過那條河 雖然未濟的刀是這支營養 沒條合的刀 但是他也是鄉中代價的情形 少女就是因為 沒事先先了解、好總共 沒欠來入水才會遇到飛河 未濟的花的刀 賺荷水有優暗的意思 上課理會後有光明的陷阱 表示外表比例 但是未濟共驚會有飛河 所以只要可以耐心等待 堅守正德和消心形勢 反正回來就有專機出現 因此陪著這支外人 不用緊張也不用失誤 因為不夠最後一切都說不準 有無限的可能性 總結來說 未濟過河水危機 代表事情還未結束的意思 雖然目前也沒有一個結論 但是事情也不夠最後的解決 要有機會讓人再改變 只要耐心等待 大家注意一點 也有好轉的機會 這是一支代表 因為未濟過的未濟過 大家學業經 做人出事可安心 身體健康心安靈 導致救災必定 做揮學業經 家庭幸福英港心 修行路上可建成 三宗刷架 這支帳號 四季二七四七八十 好名是方法解基金火 歡迎回來三宗刷架 河水危機這支架 代表未來有 無限的可能性 心拍的關鍵 就在那裡 不要放棄 跟實情形式 大家來分享一個故事 有一天 幾個小孩在山上搜尋的時候 一個穿紅衣的小孩 她的帽子不小心 她到八十 然後落在山內 比她的手機的上面 這個時候 十三個小孩 怎麼她主動說要去 幫她拿帽子 結果就在小孩 想到那個帽子的時候 手機經驗回去 她的臉是看不到 堆的傷害 小孩都走一條 趕緊回去同地大人 好感知 阿嬤咳下去的地方 有一個來兇的家庭 來兇的媽媽每一天 都會把一條小的肉 回來餵她的小孩 一開始阿嬤也會怕 但是後來她想開了 我下去才有一山的生肌 所以她也開始吃蒸蜜 而且她的幫忙照顧 來兇的孩子 所以來兇都不想愛她 這隻來兇 大人的速度很近 沒多久就要背了 有一天阿嬤看到 這隻來兇背出去的時候 腳踏去搞到一臂草 不然她想到一個離開的辦法 她把身上的衣服都放下來 做成小孩 小孩 小孩拔在小孩來兇的身上 確定小孩都拔好了 阿嬤就大膽 尾椒還是跳下去 小孩來兇一條 就頂開她的肚子 開始背 但是小孩來兇 畢竟她的力 悠閒 她心上又拔一個阿嬤 很快就背不起來了 小孩好 只好 越背越慢 越背越急 最好 平安 留在地面 阿嬤 抱起無力的小孩來兇 走回去做她的伯母 大家看到阿嬤 平安回來 都感到很高興 面對困境的時候 一定要保持冷靜 立體的心態 就是健身困難的第一步 有這句話叫做 天祖祖祖 意思就是 上天這個人幫助 本身願意 困難上人 無論什麼時候 我們都不應該放棄希望 不可以因為遇到人觀 就感到很難 逢天不服苦心人 只要堅持下去 繼續打拼 總有一天 會達到困境 一金搖掛論命裡 掌中屈指之玄機 一搖一掛問事裡 學得一金行萬里 天干與地支 拾天干為 甲、夷、餅、丙、丁、物、己、根、心、人、葵 十二地支為 子、醜、銀、卯、成、四、五、未、生、由、虛、亥 五行起源於 金、木、水、火、土 宇宙萬物都是由這五種基本物質的運行和變化所構成 五行相生 金生水 水生木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五行相克 金克木 木克土 土克水 水克火 火克金 六青生克土 一掛有六搖 分排六青 六青分別為 我、父母、兄弟、七才、官鬼、子孫 具體分辨方法 生我者父母 我生者子孫 克我者官鬼 我克者七才 彼合者兄弟 我的五行属性即為主掛掛工的五行属性 總體相生相克順序為 父母生兄弟 兄弟生子孫 子孫生七才 七才生官鬼 官鬼生父母 父母克子孫 兄弟克七才 子孫克官鬼 七才克父母 官鬼克兄弟 蒜朗 gedacht 所以來,我要利到很多個公司面前有措置的問題來解册 ��免 滑水 會遇到很多不同意 而且要特別注意財務生殖的狀況 這句話說的就是 未完成要不結束的意思 人生全完了變速 什麼也不知道的一秒會發生什麼事 尤其是在變化多端的導主指定 局勢更加胎醫療 所以在進行進入導主進行 一定要詳細觀察大環境 也要隨時調整自己的計劃 這樣才會等到沒有必要的勝出 接下來是婚姻感情方面的問題解釋 男生的部分 男生問婚姻感情用心看細材 未成果會世傲坐兄弟 從未結婚的男生來說 從生後五歲的男生會去欺負用心 有金的細材 代表目前你的隱瞞還沒生息 需要再耐心等待一段時間 經過觀眾的現實 你明年有機會回到美麥的對象 建議你愛好啊飽 不是每一個人都很幸運 第一次談論來就能回到對的人 有很多人需要等一段時間 只能等到修意自己的緣分 畢竟緣分是不可以拯救 也不可以中級的 所以你不應該浪費等待的時間 你要先學會過自己的生活 學習先帶自己 只要你對自己有夠好 相信成功別的 會引導你在尊敬社會的時間 等到尊敬社會的人 如果是已經結婚了男生 負責這句話 表示你老母親的經濟狀況 是很無理想 你太要先受很大的經濟壓力 而且你會付出 也因為錢的問題來起婚禁 建議你愛改變自己 對太太的態度 只要等劈勉 受到婚姻伯水疾口 再來是流行的部分 流行問婚姻感情 用心看肝鬼 未這肝肝的生活 多疼在 如果要不結婚的路線 負責這肝肝 要負責你 跟男生交朋友的時尊敬社會 但是在這肯大婚姻的關係 如果你可以盡量保養你的身世 繁殊以後為貴 就能減少 負責期間的衝突和尚愛了 很多負負責 會為著要劈勉 婚姻 選擇 妙伯 較緊張 雖然這樣做 確實可以減少 很多衝突 不過 若是都會 躺在自己的心肝內 時間一個久 跟親愛的感情 也會比較無緣 一段健康的婚姻的關係 不應該是 單純的退年到小孩 應該要是 交流以後的保養和理解 身體健康的部分 一邊看肝鬼 一邊看肚子孫 未這肝肝的生育 坐下肯定 代表一邊 海水肝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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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你的體肝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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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 每次出來的泰國東西 排出體外 想要維持美教系統的健康 除了要記得喝水最好 也不能吃太鹹和太甜的食品 要控制好自己的血糖 血液和血汁最重要的一點 絕對不能禁業 去便室就是要把體內不好的細菌都排掉 所以你若是禁業就要做生 細菌堆積在柔道很容易感染 再來是學業和科技的部分 用心看伯母 未接過的細菌坐下 從後用心他們母的伯母 會去世細菌五歲的伯母 代表你這段時間的客業表現很好 不但可以看得到好的成績 才能順利完成你的學業 這個雖然不是怕成功為了一條路 不過算是幫助你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 合適是你付出多少 就可以必須多少回報的事情 成功本來就不簡單 只有其他大實態 認真報名 才能順利成功 成功在自己的手裡 問工作用心看伯母 未接過的細菌坐下庭 用心的伯母 會卻細菌下庭 代表你現在 在這段工作的台幅是不理想的 不過你可以在這段主管的照顧 去治癒不會過得太過敗 經過過上的現實 你在這段工作上 要有很大進步的空間 建議你要多重視自己的能力 創造自己的季節 這樣你才能在這段更好的工作機會 最后是肝死的部分 用心看肝鬼 未接肝的細菌坐下庭 細菌五月的庭 跟應老一月的庭 庭合 代表這段的肝死 有好家的氣象 因為庭的氣息 有存在的現象 所以你要把好家的機會 才能減少你的生存 以上就是 河水未至這段的問題解釋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經濟疫情的世界 了解過的運用 將我自己的命運 讓你擁有幸福健康的年輕 感謝你今天的收看 我們會不會再見 各位好 歡迎收看一雕之美 先為您介紹今天的來賓 這位是阿華師傅 各位家人好 師傅好 你好 我們上次談到就是 吳先生從日本引進來到三億之後 開始做雕刻 三億的雕刻 可以說什麼時候 是他最全盛的時期 那個時候 吳先生 他因為需要學習更精緻的雕刻 他就到了日本 去學習的那個動物的雕刻回來 那當時呢 另外還有一個師傅呢 叫林青川老師呢 他去日本學習了人物像的雕刻 兩位老師一位是學人物像 一位是學動物 對 動物 然後各自回來到 一個是在三億 一個是在土上 那個在光復過後呢 那吳先生又請中國大陸聘請了 四位的中國大陸的師傅來台灣 來更精緻的來雕刻的師傅 來教導我們台灣的師傅去做 那可以說我們三億的雕刻 是一開始是先受到日本的雕刻的影響 這個雕法的影響 後來是受到中國雕刻的影響 中國雕刻的影響 對 尤其在民國在五十初年到六十初年 那個時候是最新生的 因為可以家家戶戶 都是在做雕刻 對 家家戶做雕刻 那個雕刻呢 以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都是以外銷為主 那時候的雕刻都是以外銷為主 對 外銷為主 大部分是銷往哪裡 一般來講是以日本為主 歐美其實比較 佔的數量比較少 對 那是比較大的那種雕刻品嗎 外銷的雕刻的話 一般來講 中小的比較多 因為比較很大型的 因為貨幣不能見 所以還是以中小型的比較多 您說那時候家家戶戶 幾乎都在做雕刻 對 都會聽到 哭哭哭的聲音 這個應該是很特別 在三一 如果你到苗栗三一的話 這種情況應該是 很特殊的一個景象 對 那個時候 在最新生的時候 家家戶戶戶 其實哪裡都聽到 哭哭哭的聲音 但是這個經濟最好的時間 就在五十五到六十年上這個區塊 六十一二年 但是到了六十二年 六十三年的時候 剛好世界上的一個十一危機 對 再到了後來的一個中美斷交 那這個大概十年的時間 是三一的木雕 第一次的最衰弱的時期 因為那時候你說經濟危機 大家的生活比較不好 因為雕刻品它不是 你沒有一點點小小的錢 你是沒有辦法做收藏 做掃完的 對 那那個時候可能三一做雕刻的 南口是比較少 但是到了我們的政府 推出的十大建設 過後我們高速公路的開通 一龍公司來我們三一設廠 它也爭取到了設置交流道 那再次的把我們三一的雕刻 又帶到另外一個高峰 高峰景 一直延伸到一百年 一百零五年左右 您剛剛說一開始是說 它是做外銷嘛 對 那時候三億的雕刻 在我們國內的知名度 有打開嗎 是有打開 但是那個時候的一般的百姓 它可能就是沒有那種多餘的錢 只是想要 以我們這一代來 就可以買個房子 最主要的基本是這樣子 不會說先去買一個 這麼貴重的雕刻 對 到了就是說 七十八十年代 經濟起飛 大家有多餘的錢 因為那個時代是以內銷為主 內銷為主 所以那個在百分之九十五都以內銷 大家身後代有錢了 才會買一些類藝術品 來家裡去擺飾 類藝術品 對 所以這個是 那時候有三億這一條 藝術街嗎 已經有藝術街了 已經有了 所以這算是 整個三億的雕刻的一個 全盛時期 跟它的興衰的一個過程 一個過程 對 謝謝阿華師傅的分享 謝謝 謝謝 一彈之美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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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